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要买房 您看看您乡中哪套了 我这就带您去看 老弟 您一两点的字都没有 就他这一字 哪个情况 这一栋我多要 一栋 笑死个人了 就你这什么怎样 还想买房 买一栋 你知道我们家的多少 妈 你怎么来了 再不来 这个家还有我这个妈妈 哪有哪有 我让你把房子跟你弟做婚活 你怎么回答我的啊 老娘我心心扑扑把你拉扯这么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我是听懂吗 你们看书然拿的房子就像摘尾机 你谁呀 我是他男人 我说怎么不听娘的话了 原来是有了外人 哥不准往外拐呢 什么叫多不准往外拐 我问你 书然被催战逼的差点去卖身的时候 你在哪 要不是我帮书然花了钱 他差点就卖就卖呗 我还巴不得呢 哎小天 我记得咱隔壁村的谁不就是靠这个 帮着个大款 现在有房有车多风光啊 好像是叫那个小花 对对对 就是 有的人想卖 还没这个资本呢 小天 你姐要是早早点卖 早就有着落了 哎 不 就没见过你这么皮厚的人 还可是你女儿啊 对啊 现在我睡觉的 你这么大 不就是为了这点财礼钱吗 再说呢 你帮我女儿团带 他还是抬我女儿的身子 我得是花造主义 不抠本 还在我这呢 想要死我的女儿 不然这套房 还得给我拿彩礼 是的 你自己的十 50 否則免談 不就50塊錢嗎 我 好大的口氣啊 抛 抛出來呀 我就知道又是窮逼一個 你就不怕我們兩個爆去 爆呀 我又不是沒見過 到最後我都是不了了之 我就这么说 我们村卖闺女拿彩礼 借货跑出来报警 最后不还是被送回老家 你知道那借货现在过得怎么样吗 什么 还想打人 打呀 有本事照这打 打呀 不可理喻 记住 五十块钱彩礼一套房 别想娶我女儿 孩子走你上楼看下去走吗 你慢点 别报 别报了 书员不就五十块钱 我又不是偷不起 不一样的 你有五十他们就敢要一百 你有一百他们就敢要一千 巧果惜碎 你钱再多也不能这么糟 那咱们也不能忍着 我我妈在医院的身体 这么多年 我都这么过来了 可好夸啊 现在还有你呢 书然这种事我可忍不了 久了 震楼器 有人吗 张霞嚷嚷 没见人在这呢 说吧干什么呢 我来买房 你这一身 还想买房 吓得老娘装都画偏了 以为是个大胆 结果一声破烂 竟耽误老娘的世界 我这一身怎么了 当更乱都画面 有些同事 你还看不得、就是 说个大胆 能在这呢 那这有一个大胆 是什么 要是什么 那我们哪里 现在我们的 给我是欣赏 咱们 我快知道 我自己在那里 你 detect 你自己的 我自尽 我猜一兵 你不是叫我 我之前是因為有住逼 您看上哪套了 我这就带您去看 没有关系 不就六十块钱吗 我套了 另外除了二零三这一套 其他入住的我 无华双美甲的东西 哎呀也就六十块钱 这大话谁都会 先生我带你去 小弟他刚来还有很多地方不懂 先生您看上哪套啊 他该叫我去忙着呢 还不快带我去 怎么鞋成不想要 先生你带他去干什么 要脸没脸 要屁股没屁股的 不像我 让先生愿意 哪个都可以 哪个 当然是 哪个 是陪上棚吧 郑经理 震晨 原哥 你怎么在这 想买个房 却遇到这时 这也是天生地产的 我给你当上经理才知道 难怪上边说这边投资越来越多 原来都是你们这种败力在这 用这种方法骗人们 经理 我没有啊 我什么也没有干啊 我做这还勾引我 你 你什么你 你被开除了 我们都在这 早就你们家人 尽量保护自己 没事 房子都到手 等这一块没有闲人之后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买了不少镇楼蟹 就为了跟他们一家耗赏 我买了 大半夜让我让人睡觉了 孩子 这哪弄的 好像是楼底下吗 走 下去问问 这大半夜的干嘛呢 可是咱们大半夜就敲人家门 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了 连连连去的 这不当过人睡觉吗 走 干嘛呢 走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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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 还说不缠我女孩 楼房 我都特意知道了一盘楼下了 对 既然如此 你本台里 你什么拿来呀 我最近这手都不方便 我们再宽线一起 我最近这手都不方便 行 我再拆现你一天 你 不是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干嘛 蹦迪呢 蹦迪呢 爹 蹦迪 这你都知道 不是大半夜的不睡觉你蹦迪 我这不是刚下班 医生说我肥胖 却好意 我又不能像您这样 在篮球场直接跳广场舞 我只有在家蹦迪啊 要不要一起来嗨啊 你 你这是绕迷你知不知道 那我 你出去看一看 这一栋楼就我们 你绕到我了 什么你 屋里何处 嫌疑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只脱是个巨战雀巢的老匹夫罢了 啊 啊 你还想那样出我姐了 我 我娶你姐多年老师啊 长这么大工作没有连个省富的后期 真是 我等着 我们走 儿子 你姑爷打电话 啊 是乌业吗 我举报有人扰民 啊 你说什么你大声 你那边怎么这么吵啊 因为 我在你家楼下蹦迪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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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